荣耀归上帝,今天就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愿主是您常常喜乐,主恩满意 让神的慈爱都围绕着你,阿们 今天是4月2号星期六 让我们一起来读来自于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每日领袖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主题是,你生来就是一个得胜者 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约翰义书第四章第四节 小孩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圣了他们 因为纳在你们里面的他,比纳在世界上的他更大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我们在之前的学习中读了《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到第十一节 并注意到他提到了大灾难时期的受难圣徒 这里记载了他们借着羔羊的血和他们的见证所发出的话语而得胜 翻译成见证的词是 maturia,希腊语 意思是报告,见证,记录,见证人 在我们的特权中,我们不是仕途或希望胜过撒旦 魔鬼和敌基督的灵,不 圣经有关我们的记载是我们已经胜过了他们 只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位置,以及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 我们就已经得胜了 我们是处于神的,意思就是从他而生的 我们从他而来,因此我们与他是一体 其次,我们在基督里,在极大荣耀统治权柄的领域中与他同坐 基督更大的那一位,住在我们里面 圣经说,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 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 难怪耶稣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 已经胜过了他们的那一位,就在你里面 并且你与他是一体的 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 哈利路亚 当今世界发生的事件,表明现在是艰难的时期 许多人对他们的健康、财务、工作和生意感到不安 心烦意乱和困惑 但你被招是要活在这个世界之上 并掌管这个世界 让这成为你持续的诚实和宣告法 你要常常说,我是从神生的 我胜过了世界,因为纳在我里面的他 比纳在世界上的他更大 拒绝让环境使你产生别的想法 你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得胜者 你生来就如此 你胜过了这个世界和他的体系 他的失败、谎言、欺骗、腐败和腐败的影响 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 请和我们一起宣告吧 在我里面的他比在世界上的他更大 基督在我里面是我胜过世界的胜利 因此,当今世界有多么黑暗或艰难并不重要 这是我彰显神的荣耀和公义的机会 当我在神的话语中行走时 我就得胜地活在疾病 通货膨胀和恐惧之上 哈利路亚 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到以下参考经文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今天活着 我口你承认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 借着他并他的圣命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借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联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系吧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